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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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一样的心情 你看到的虽然是同样那一棵树 可是看在你眼里完全就感受不通 这个只能自己去体会 像我也是活了 这把年纪 现在才慢慢的懂得去欣赏的花 树 草 木 心情不一样 退休以前 退休之后 心境完全不同 可是退休 一年比一年更忙 又要陷入另外一种忙 我两年前退休 只有真正比较空闲一点 只有半年而已 从下半年开始 就一直忙忙 今年是进入第三年 然后开始从这边 又增加了每个礼拜两天 事情越来越多 不过不管怎么多 一定要让他有条理 一件一件解决 那么我们要怎么样跟大自然 产生亲切感 先有亲切感 到密不可分 那当然是最高层次 最高境界了 我们本来就是来自于大自然 我们后面会跟你讲 我们人跟大自然关系很重要 跟儒家那个人 人 仁慈 仁爱的人 犯爱中而亲人 怎么个亲人 我们后面会讲到 好 有没有经常出现微笑呢 我有时候在等车 在车站等车 或者在马路上 有时候就观察 来来往往的行人 看久了 会得到一个结论 每个人脸上都记录了一张 沧桑的岁月 沧桑的人生 然后你再仔细观察 他们的眉毛 眉毛 有的人是眉毛紧锁 锁到那个皱纹都出来了 就像八字眉 眉毛的头 眉头就锁得紧紧的 那不是像一个八吗 也有那个慈眉善目的 以前台湾不是有一个叫 嘉义行善团的一位老先生姓何 不晓得各位记得 你们看过他的长相 他就是慈眉善目 满脸的慈祥和蔼 还面带微笑 各位看我这一张脸 就可以知道 我平常也不大会笑 不笑的时候很难看 其实每一个人再怎么样 只要他肯笑 其实都很好看 尤其婴儿的笑容 是对天真最灿烂的 那我就是吃过这个闷窥 所以我对微笑这两次 感受很深刻 因为我小时候 长得奇貌不扬 然后呢 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情就是 我已经是两个儿子的爸爸了 有一次我去旅头发 在旁边等 等到轮到我的时候 那个理法师说 小弟换你了 那时候我还不满三十岁 他叫我小弟 照你们现在的一个想法 都喜欢人家 尤其女众 喜欢人家称你姐姐 不喜欢人家称你阿姨 可是我那个年代 我明明是已经可以 被叫叔叔了 人家还叫我小弟 我就觉得 我要装得老成一点 装得老成一点 就是不苟言笑 等到我后来看到 当然怎么到处都在提倡 要微笑 台中还有一个微笑协会 三四十年前 就有一个微笑协会了 到后来读到 雷九南博士 有一篇文章 说微笑可以接受 宇宙最高的能量 我就尝试着 去微笑 慢慢地 就有一次 我跟我那个同修 我那个内人 在他们学校参加 他们那个 爱心妈妈的那个 瑜伽班 全部都是女众 一开始还有三个男众 最后两个 自然消失 剩下我一个 我撑了五年 到后来因为要接学校的行政 就没办法出席 刚开始那一天就 瑜伽大概坐了一个小时左右 最后有一个收拾残局的动作 就躺在那个地方 那个老师就带着我们观想 闭着眼睛 脚底放松 脚踝放松 小腿放松 膝盖放松 反正是说由下而上这样子 他就是平壤在那个垫子上面 就一步步步步 坐坐坐坐 放松松松松 松到了脸部的时候 脖子放松 脸颊放松 嘴角上扬 很奇怪 我的嘴角拉不起来 这个叫做 饥了多少的岁月 那个脸皮下垂 嘴角就拉不上来 所以第一次我就不理他 你就不习惯了 拉不起来 第二次 然后就隔两三天了 又是一样 坐完一个小时以后 就躺在家 顺着老师的口令 一个动作一个动 动作坐坐坐坐坐 坐到这边 又是嘴角上扬 我还是拉不起来 其实不是拉不起来 是不屑 心里面真的是不屑 干嘛上扬 不是要酷一点吗 下个礼拜了 第三次 我有一点打开心房了 就坐坐坐 坐到这个 闭着眼睛那时候就放松了 老师念到嘴角上扬 我就心不开情不厌的 好吧 就上扬吧 好奇妙的事情 那个时候好像 这个教室整个都按的 总开关一开关 整个灯就啪的一声就亮了 很奇妙 那也是众缘合合 经过一个小时的 这边放松 那边放松 松到最后 剩下最后一关没松而已 等那一个开关打开以后 好像全身的细胞 嘴角通通通上扬 就好像那个什么 止水阀一样 止水阀有一个是这样 往下垂的 现在一按 它通通开了 整个水就哗啦啦啦 就畅通无比 那一次的感受很深刻 从此以后 我就很乐意的 把嘴角上扬 嘴角上扬跟嘴角下垂 这个地方完全不一样 待会儿你自己可以试看看 你现在就可以试看看 好 现在大家把眼睛闭起来 跟着我的口令做动作 然后你细微的观察 你自己的胸口的变化 内心的一个变化 好 现在嘴角下垂 上扬 下垂 上扬 下垂 上扬 好 眼睛打开 这两种动作 你当下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 有没有 哪一个比较正面 嘴角上扬 很自然 这个地方就 心口好像就 开关就打开了 对不对 下垂 你就真的变酷了 就冷漠了 就比较无情 就比较消极了 雷九南博士那篇文章 他说假笑也有用 笑不出来 假笑 勉强笑 假笑也有用 就勉强把那个嘴角拉上来 但是就是不要冷笑 所以一些医学机构 那个癌症患者 有一些医院 就会帮他们开一些辅助课程 就每天狂笑 就在那边笑笑笑笑笑 你要知道 你去过安老院 你就会看到 每一张都是那个 就几千斤的 挂着那个脸 他们心情很不开朗 就坐在楼里上 找不到几乎很难看到 一个嘴角上扬的 因为大部分送进来的 有百分之八九十 都心不甘情不愿 都是迫不得已 很少有自愿 自动自发说 我要进来这里住的 所以我都告诉我们这一辈的 我们说我们要有心理准备 我们要自知之明 年纪老了 到了 我们就自动去报道 不要等晚辈说 想尽办法千方百计 劝你说你去住养老院吧 我们自动就自己 可以的话就自己去那边处 以后都是高龄化社会 这种安老设施会越来越多 只会越来越多 所以有的人很自然 从小就习惯经常微笑 恭喜 你天生就是善根 那如果有的人就不习惯的话 你听了这一堂课 或许你早就听到这个 勉强 勉强笑 笑到最后 会习惯成自然 再来 渐渐地让事情自然发生 不再强求 这才叫做真的随缘 自然发生 不是刻意的 不是像选举用造势的 去动员的 你知道一切都是因缘所生法 因缘具足 你想让它不开发结果 都不可能 因缘不具足 你硬要有那个结果 那就是说 相同的现在要求 不同的未来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让事情自然发生 这不是消极 这不是悲观 而是达观 达观就是 我已经看得清清楚 明明白白 它的前因后果 该怎么发生 就怎么发生 你挡都挡不住 你强求也求不来 这个叫做 让它自然发生 这才是真正的 信因果 相信因果 那你硬要强求 那是违反因果 所以真正要随缘 随缘不是嘴巴说说 再来对周遭的关爱 感受不断地增加 同时也会不由自主地将它散发出去 这是不由自主地散发出去 跟刚才讲的 棘手意要施育人不一样 自自然然地把它散发出去 有一句话叫做 有色自然香 不必当风阳 色香 很贵的 你只要身上有一股 带着色香 自自然然地会散发出去 不必刻意地拿到 那个吹风口 在那地方吹吹吹吹 有德性 德性的光 光辉 德性的感召 所以我们说 以德服人 有德自然能够感召 他如果做事情 遇到障碍 遇到一些恨逆 遇到一些不顺利 明智的人就会自己反省 自我检讨说 我自己得学不够 德能不足 不足以感动别人 不足以感召人 连释迦摩尼佛 都有可能遇到 种种的障碍 何况是我们一般人 所以我们还是要努力地 自己反省检讨 总共算起来有九条 你如果每一个都打勾打圈 你就有九分 然后再送你一个 全勤奖满分 你就十分了 我到现在还努力 还在努力当中 我真的很不容易笑出来 我自己知道自己的弱点 所以讲这个都会讲 都讲得头头是道 可是实行实践方面 还是不及格 还是不及格 我们要修身 一修其身 就要先正其心 正其心 怎么这个正法 这些都是 就是修正 我们的内心 有很多的需要修正的地方 这叫做 无始以来的习气 佛学名词就是 贪嗔吃慢瑜 不正见 你看 每一条我们几乎都 像灰尘一样 好厚好厚的一层 所以要改变我们的心 我们没有办法 用相同的现在 去得到不同的未来 所谓相同的现在 就是依然雇我 你都没有去改变 每天都是一样 老旧的习气 那怎么可能得到 不同的未来 我们现在 弘扬传统文化 跟这个 你去教书 当老师 教什么都一样 我以前也教过 国乐 乐器 教二胡 我常常跟我的学生 讲一句话说 你要感动别人之前 要先感动自己 后来我也听到 有人跟我讲一样的话 我说 大家都有同感 这句话不是我发明的 以前都好自负 好得意 这句话很有道理 可是后来 我听很多人都这样讲 一点都不稀奇了 也不敢说什么英雄所见略统 什么英雄 真的是 为不足道 因为你发觉 很多你领悟的东西 古人古书上 早都已经写过了 都说过了 只是用不同的 名词而已 你要感动别人之前 你自己要先感动 什么叫自己感动自己呢 你们练过乐器的人 你就知道 你自己拉的最 最投入 最快乐的那一瞬间 那就叫感动自己 那你如果还有上台经验的人 你就会知道 你拉的最好的 绝对不是在舞台上 对不对 你演奏最好的 无非是在舞台上 当然也有那个世界一流的 他舞台上 舞台下 已经都不分了 群众对他来讲 都是西瓜头 他已经了无挂碍了 你叫他随时演奏 他都可以跟平常心 都用平常心来演奏 那一般人不容易 一上台就不是平常心了 就会紧张 就会患得患失 最好的状况 就不可能出现 所以当你自己在私下练习 说不定偶尔就那么一次 演奏弹的 拉的 吹的 好投入 好感动 好受感动 感动的自己都想掉眼泪 我有一回 当我自己在那边 拉拉 随便拉拉 拉拉完以后 事后有人跟我说 你某天在那边拉什么什么 我听了都掉眼泪 我吓一跳 他掉眼泪 我当时也真的很想掉眼泪 所以当你感动了自己 自然就会感动别人 就是那么奇妙 以后你们要上课 要讲课 讲给别人听 最好也讲一些 自己有感受的 你用感这个字去造词 你看看 第一个是 感什么 最基本 最低层次叫什么 感觉 没感觉 好 第一步先有感觉 有感觉 下一步 才叫做感受 领受 有时候你的视额不见听 不闻 你有没有看到 有 有看到 有没有听到 有听到 有没有听进去 没听进去 这边进这边出 没有停留下来 所以 感 感觉是第一步 比较粗浅的 稍微 深一层 一点点的 叫做感受 感受 摆法里面有五片形 是不是 处 受 还有呢 作意 受 想 失 他是一连串的 处 先接触 然后你有注意了 再来领受 再来想 再来思 那叫五片形 所以我们感觉 当然你前面要先感触 那个先不讲 我们把它浓缩成几个 简单的一个过程 感受 感觉 再来感受 下一步呢 就是感动 有感受是没有错 可是感受的程度 还没有达到令你动容 令你感动 真的感动 就是有点想掉眼泪 有时候你看到 人家报道一些 比较感人的事迹 真的就 眼眶就有点湿湿了 那就是 你就是被感动了 你看到那个 救火 救火的人 我们的消防队员 竟然牺牲生命了 你当下 眼泪应该会 夺况而出吧 看到一些感人的事 看到一些 感动的影片 不是说看那个肥皂剧 看痛哭流涕 那不一样 感动再上去 还有没有 答对了 感悟 领悟的悟 所以基本上 这四个层次 是 渐渐的 往内心深处 一层一层的 深入到你的内心 最后还能够悟出 一番道理来 从感受 再来 从感觉 再来 感受 感动 感悟 也是一种 学习的过程 那你也要知道 你 学某一种东西 你目前 只有达到什么程度而已 你还有 未达到的是什么 就跟修行一样 你才不会 未得 未得 听过吗 没有得到的 你自己认为 你已经得到了 你了解 整个学习过程 整个修行的过程 从出发心 然后呢 你要断货 要断 剑尸 或 沉沙 或根本无名货 然后呢 如果按照天台的 四十二阶 五十二阶 这样修修修修修 你自己才知道 你现阶段 到哪里 这些 重点在于 你对于 整个的 教理也好 修行过程也好 是不是 都能够了然于心 然后才知道 自己 现阶段的程度 是什么 未得 写错一个字 这个就是习气 写到言 然后就顺着写下去了 它也是言部 没有得到的 你自己认为 自己已经得到了 尚未 正得的 正国味 你说你自己 正到什么国味 这个叫大妄语 这是大妄语 所以我们无法用 相同的现在 你毫无改变 依然顾我 甚至改了改了又 叫做 顾太富盟 旧习气又显现 用相同的现在 你休想得到 不同的未来 那叫妄想 那叫原目求余 所以正心 就是要改变 改心 修身的源头 心不改 没有用 所以改变的力量很大 就是要改变 我们常常想 很多人都相信 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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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 大家都了解 因缘 因果 命运 就是一种 惯性运动 也是一种 因缘果 的关系 所谓的惯性运动 大家 以前如果学过 这些物理学 知道 在太空当中 动者横动 静者横静 对不对 动 那个 隐石 隐石是因为 它本来是在太空中 飘荡的石头 后来因为 它动动动 动到靠近某一个行星 被那个行星引力 一吸引 它就往那个 地面就坠落下来 否则它在太空当中 它永远 往固定的方向 在那里运动 必须要有外力 它才会转移方向 碰到外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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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飘 飘 动 命跟运 是不一样 这个命 是它的惯性 就是它既定 已经造成了 已经种下去 种下去的那个种子 那个因 所以我们叫做宿命 宿命就是这样子 可是运就不一样 运 你用运来造词 运什么 运行 运转 运动 这里不是靠运气 这不能靠运气 跟这个有关的 就是运转 运行 运动 你要身体健康 不是要运动吗 你要 命运 变好 不是要转变吗 要运转 所以这个运 就是运 改变的力量 光有阴 没有运 会不会结果 不会 一颗种子 你把它供奉起来 用那个最庄严 最宝贵的容器 盒子 把它装起来 供奉起来 它会不会开发结果 连发芽都不发 以前小学课文不是有一篇文章就叫一颗种子吗 不晓得你们有没有人读过 就是有一颗珍贵的种子 国王 大臣 富翁 转转了好几手 可是呢 它就是不发芽 到最后那一个人 最后收藏的那一个人 一气之下 往窗外一丢 丢到花园里面去了 终于开发结果了 就发芽了 所以光有阴没有圆是没有用的 种子是阴 阳光 空气 水分 这是住圆 没有这些住圆 不会开发结果 所以善阴还要有善缘 恶阴也要恶缘 所以种了善阴 你不要就在那个地方 自己就觉得 我已经种善阴了 很不错了 怎么还没有结果呢 怎么还没有结善果呢 很多人就是这样 做那么多善事了 为什么现在还没有得到善报呢 因为你没有继续结善缘 所以最后的结果 就是你的人生 命运 命运 命是命 运是运 命就是宿命 就是既定的 你已经造成的这一些 已经种下的因 那无法改变 你没有办法改变因 你只能提供缘 你能改变的就是缘 恶因也是一样 我不小心 当时是 不知道怎么样 就犯下了一个错误 你也不要耿耿于怀 不要落入那个吊毁 落入吊毁也不好 整天在那个地方 爱生叹气 没有用 你如果明了因果的道理 你只要不再继续提供恶缘 那颗恶因 不会消失 虽然不会消失 但是他也不会结成恶果 所以了解的这些因缘 善恶因缘 果报 你的命运就掌握在你的手中 了凡事讯不就讲这个吗 改运 改命 现在民间也有人相信 拿一件衣服去花多少钱 请人家盖一个印章 回来喝喝腐水 就可以改运了 这么容易的事情 那为什么 在一天到晚在 自怨自意 听到吗 自己埋怨 怪自己 拍命人 逮命人 怎么还有那么多人在那边怨叹埋怨呢 所以要改变自己的人生 就从 运 从这个 缘去下手 观照你的思想 因为它会变成语言 对不对 修身要先正其心 观照你的语言 因为它会变成行为 常常在说一些话 像有的人说 我打你 我打你 最后真的打人了 或者有一些口头产 很不好的口头产 以前我一个同事 常常不经历说 你去什么 我不好讲 讲这句话不好 我常常听他这样 课堂上这样讲 我就 达到 以后达到 比较熟悉 进一步的交情 比较够的时候 我就私下跟他讲 现在 很多大学生 想不开 常常从楼上 跳下去的 你哪一天 你一讲我那句话 刚好有一个人 就这样跳下去 你要不要负担 那个责任 他一听 吓了一跳 对 后来他就慢慢 改这个口头产 所以一些不好的话 所以我们为什么 刚刚说要说好话呢 说好话说久了 就变成行为 好 关照你的行为 因为他会变成习惯 根据 有一些 统计数字 说 一个习惯的养成 要让那个行为 重复不停地 做多少次 有时候21次 也对 有时候21天 也对 反正就是21 这个很奇妙的数字 所以你想看看 你要养成一个习惯 不是那么容易 好习惯的养成不容易 坏习惯也是这样累积的 所以我们要留意 坏习惯 不要让他一直持续下去 好习惯 就要让他 刚才说 假笑也有用 也是这样子 全忘记真 真到假实 假一真 假到真实 真一假 真真假假 假假真真 看你怎么样去 观照 怎么样去 起心动念 观照你的习惯 因为它变成你的个性 个性怎么来的 就是习惯养成的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习气 而且不止这一生 多生多节的习气 习气 有好的 有不良的 有没有看过我网路上讲的 那个黄山谷 那个故事 书到今生读以词 有没有看过这个故事 黄山谷 黄庭坚 他有一天睡午觉 做一个梦 然后他梦见他 有一个很香香的味道 芹菜面 芹菜面 顺着那个味道 一直走走走 来到一户人家 一户人家 一个 一个 婆婆吧 然后 就 就进去跟他 跟他了解 然后就 他就是那一天 正在 他的女儿做祭 祭日 然后就拜那个芹菜面 芹菜面 他女儿生前 就很爱吃芹菜面 祭日 然后 黄山谷就 就跟他进一步聊天 他就说 带他去 他女儿 以前住的房间 有一个 有一个柜子 里面 放了什么东西 可是呢 找不到钥匙 那黄山谷一进去一看 好像 他好像知道 钥匙就藏在哪里 他去拿出来 打开 里面 有一些书 有一些写的文章 黄山谷一看 吓了一大跳 这些文章就是我当时 参加考试 我写的那一篇文章 一字不差 几番对照 印证下来 他的生日 黄山谷的生日 就是 今天 就是他的祭日 原来就是 他前一生的母亲 黄山谷的前生 就是这一位 婆婆的女儿 然后呢 他前生也喜欢读书 所读的书 到了 投胎 转世以后 种子还在 写出来文章 竟然 一字不差 这个叫做 书到今生 读以词 虽然这个故事 他讲的 他强调的是 要读书 读书是靠上辈子的 可是 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这也是间接在说明 这个轮回转世的 这个 这个例子 过去是读书人 这辈子读书就特别容易上手 你过去生弹过钢琴 拉过大提琴 小提琴 这一生拉起来就特别顺手 有些人呢 学什么就学不来 说不定你前辈子 就是做别的行业的 都有可能 所以你要关照你的习惯 它会形成你的个性 甚至影响你的来生 关照你的个性 因为它就会变成你的命运 就刚刚说过了 命运怎么来的 就是你的 你要改变那个源 我们的命运 成就 我们的一生 人生就是这样来的 没有其他取巧的方法 博士 别人 就可以帮你随便改运 没有那么 那么容易 那么轻松 改运是靠自己 改变命运 命运自己造 货福都是自己招来的 所以我们人生 最大的幸运 就是发现自己的盲点 币 遮币的币 就是盲点 最大的幸福 就是能够改变自己的缺点 缺点改变了 你的命运 你的人生 就朝着幸福 靠近一步了 就往幸福的方向 不会背道而驰 那你如果是 一直都是不愿意 面对自己的缺点 甚至呢 人家指责 人家纠正我们缺点的时候 你不高兴 你生气 你就拒绝他 不当 跟他当朋友 这样子你就距离 幸福就越来越远了 然后上礼拜说的 欲正其心 要先诚其意 诚意 我们说 说过 有诚实 就是真实不期 有诚恳 就是不要耍心机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要坦诚 要开诚布公 这些都是 诚这个字 有各个不同的解释 每一个解释 在落实在我们的 现实生活里面 都是一个很具体的原型 或者一个纯心 真实不期 不耍心机 我们在社会上 做过事 办过事 大概就会接触到 不同的 不同的群众 不同的同事 不同的朋友 我们不耍心机 别人耍心机 有时候好像看到 我们吃亏 可是 长久 时间 放长了以后 你会发觉 到底谁吃亏 谁再便宜 是货 是福 都还没有成为定论 福中有货 货中有福 再来开诚 不公 这个也很重要 就是我们讲的 你紧闭的门窗 可能成为逃生的阻碍 自以为最安全的地方 可能是最危险的场所 我们把自己封闭起来 把自己关得紧紧的 就像上一次讲的 防卫心理 自我防卫 披上一层保护的外衣 这个叫自我防卫过重 可能会丧失很多的 大好的机会 你的朋友 跟你擦身而过 这个成语叫做 狮之交 密 那个字要念密 失之交密 就这样 伦理上也有讲 可与言 而不与之言 这个叫失人 不可与言 而与之言 这个叫失言 所以 君子 不失言 亦不失人 不要丧失一个 请义的机会 该说话 该请教的时候 你未说 你怕说 问出来会被人家笑 问这么简单的问题 问这么 愚蠢的问题 不敢问 你这个丧失的 请义的机会 就可以 可与言 而不与之言 或者叫做 城府太深 台南叫府城 是不是 倒过来是城府 是自己把那个 那一道高墙 把它组得高高的 有一本书叫 让高墙 倒下 李嘉童 李嘉童先生写的 人和人之间 有那个高墙 那个高墙 有时候是 对方组的 有时候是 你自己组的 谁愿意去 爬你的高墙呢 谁会愿意去 爬你的高墙 你自己把那个 城墙 组得高高的 那朋友 会 渐渐地远离 我们 处在这个 世间 这个社会 亲师会友 朋友有很多 有损友 有义友 我们要 接近 亲近善知识 这些好朋友 都是需要的 所以如果自己的 那个防卫心理 太重的话 城府太深 朋友都 渐渐远离 所以才会要 打开你的心窗 迎接灿烂的阳光 才能够享受 美丽的大自然 大自然很美 问题是 你有没有跟他感应 你连感觉都没有感 没有感觉 你甚至连接触 都不去接触 现在很多 一般人 年轻人 都是 所在 那个 虚拟的 网路世界 现在还进一步 发展的 更严重的 去 马路上抓宝贝 现在人的生活 太虚幻了 怎么办 这个都是我们面临的挑战 我们所面临的挑战 我们一步一步的 因为这个签字文 它的基本架构 就是大学的 修齐治平 修齐治平 前面还有 格制成正 格物制之 成一正心 你要找到源头 源头是源头 切入点是切入点 我们上次讲了 一开始讲了 修身为本 修身就是一个切入点 切入点就是下手处 下手处要从最简单 最方便 容易下手的地方 你不是挑那个高难度的 自我挑战 自自讨苦吃 但是 了解 对这个道理的了解 你却要融会贯通 你要找到源头 那么 做 从哪里做 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从简单容易的地方下手 可是你的知 解形两方面 解的部分 你要了解彻底 行 找到最简单 最容易下手的 从那个部分切入 要乘其意 先制其之 自知再格物 这时候 自知跟格物就不分了 怎么个自知 你能够格物 就自知了 但是这个格物 自古以来 注解是很分歧 有的讲说格就是正 有的说格就是格除 格除物欲 有的说格就是来 很多的注解 注解这么分歧 怎么办呢 我现在要讲的是方便 只是方便 让现代人 比较容易了解的 不一定符合古著 但是也应该也不违反古著 只是提供给各位参考看看 如果不恰当的地方 那再请各位来指正 这个格这个字 我们先讲一个 刚上一次有说过的一个概念 这个数学问题 这个数学问题 长宽高乘起来就是一个物体的体积 对不对 长 L 高 H 宽 W 体积 长宽高 各是一公分的时候 它的体积 就是一立方公分 现在体积不变 这个长度也不变 我们把高度调整一下 高度降为二分之一的时候 宽度会变成两倍 对不对 高度降为四分之一的时候 宽度就变成四倍 高度降为八分之一的时候 它的宽度 就变成八倍 就这样一直降降降降降降 降到接近于零的时候 它的宽度就是无限大 这个用黄金来讲 黄金的展颜性是最好的 它可以粘到很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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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薄到 如果那个厚度 那个高度 接近于零的时候 这个只能用推测的 用想象的 它的宽度就是无限大 上次有讲过了 任何一边 现在只是用长宽高 我们用固定的一个高度 任何一边都可以 你只要任何一边降到接近于零 它的宽度就是无限大 把这个说法 把这个概念 套在我们的修行上面 也就是说 这个任何一边 就是我们的我值 如果我们的我值 能够降到接近于零的时候 那就是 所有的烦恼都去得干干净净了 对不对 那就是消夜了 就断货了 我们的心就是无限大 就是无量光 无量寿了 对不对 理论上是这样子 但是各位 你有接触了一些教理 断一品货 有那么容易吗 主师说断一品货就像什么 结断 四十里的瀑流 全世界最大的 什么泥加 瀑布 宽度 也大概 几公里而已 现在是四十里宽的瀑流 你要把它截断 拦截 把水拦截断 断一品货 就这么的不容易了 更何况你要断 所有的货 不是就要三大什么 阿生其节了吧 三大阿生其节 换算成数学 十的几次方 四十六次方年 四十六 四十七 都很大的 都是天文数字的 所以要降低那个高度 很难 对不对 那个厚度很难 对不对 既然可以这样子 降低高度 降低厚度 就可以无限宽 现在我们要降低到 激进一领很困难 我们逆向操作 我们把这个宽度 我们从宽度这边拉 拉拉拉拉拉 拉得越宽 那个高度不就越低了吗 厚度不就越薄了吗 所以我们 回到刚刚那个问题 那个命题来讲 我们如果 那个我值降得越低 我们的心就越宽 对不对 现在我们自己 把心拉得宽 你能拉多宽 就多宽 是不是那个 供高我慢 那个我值 就会 降低一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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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叫逆向操作 了解我的意思吗 我们从另外那一边 从宽度那边来拉 把宽度往下拉 高度就会下降 拉 拉到你真的 你的心无限大的时候 我值就 接近你领了 这也是我们 可怜的众生 唯一能够 从这个方法 自己想办法 善巧方便的 去掉我值 降低我们的 供高我慢 当我值降到 接近你领 我们的心的宽度 就会变成无限大 所以反过来 我们把心尽量拉宽 拉大拉广 我们的我值 就会跟着下降 能不能降到 接近你领 那当然是靠努力 刚才讲 格物 那个格子 在电脑语言里头 有一个 这是什么 Format 当你的电脑中毒了以后 怎么办 整台重新 重灌 对不对 重灌 就是把它 Pormit 格式化 中文翻成格式化 电脑刚出来 大概 民国 80年 1991年 90年 90年代前后 那个时候的硬碟容量 刚开始是多少 40Mbps 对不对 甚至还有没硬碟的 抽取式的 还有那个软碟 有没有 刚开始是大大的 那个多少 几寸的 5寸的 5又二分之一寸 容量多少 1.4Mbps 然后有三寸半的 多一点 接下来 A槽B槽 A槽都被淘汰掉了 现在变成随身碟 现在随便一个 那个硬碟 越做越大 现在那个抽取式的 那个什么 行动 行动硬碟 多少T 越做越大 对不对 重点不是这个 我们要讲的就是 以前那个 那个软碟 买回来 要自己进行格式化 都把它全部清除掉 那如果是你的电脑中毒 要格式化 格式化以后 病毒清光了 对不对 资料呢 完全都 没有了 好的 坏的 通通都 归零了 所以呢 要打破我们的 我慢高强 让我们的心 归零 这个讲是 很容易讲的 怎么个 归零法 归零了以后 生命才有无限的可能 就是我刚才讲的 把心拉 拉得无限宽广 把心拉的无限宽广 那个 那个 那个厚度 才会归零 终极目标是归到真的零 然后阶段性目标 你至少先降个百分之几 降个百分之几 只要降了一分 一点点 你就发一点光了 初一到十五 初一的月光 不是一点点而已吗 我们只要 去除一分无明 我们的智慧就发一点光 先不谈断货 先去除掉一些烦恼 我们一般世俗的 很多烦恼 你就要多看开一点 现在网路上 有太多的 那个励志的格言 一天到晚 朋友都传来传去 那些早安 那些午安 那些晚安 那些都很无意义的 年轻人 称我们叫长辈贴徒 退休人员 无聊 天天都传那一些 然后我们还要拼命 三三三 不然你就退出群主 就不会有那些骚扰 除了那些以外 也有很多格言 很多那些励志的 可是当你看多看久了以后 你也会看得没感觉 你懒得看 因为那些你只要 任何一条 你只要做一点点 你持之以恒 就够了 跟那些养生的方法一样 网路上那些养生之道 养生的记忆 那个什么什么 也太多了 什么这里按摩 然后怎么做什么操 怎么喝什么什么 那些资讯太多了 你能全部都做吗 做完一餐不晓 你要吃多少东西 你一天做完 你就不用做正事了 所以对你真正有用处的东西 你选择简单极样 好好的持之以恒 绝对有效 所以要让我们的生命 让我们的心 无限 归零 你从正向操作 从逆向操作 双管齐下 有一些我执 有一些我执 有一些烦恼 你看破了 你就可以去除 有些看不破了 你就试着把心拉宽 渐渐的 我们就可以 自自然然 那个 供高我慢 就可以越来越低 所以有一些 具体的 可行的措施 我们一步一步的 自己去尝试看看 先把那个 过度防卫的假面具 把它拿下来 然后你就可以开启一扇 通往无限的 心灵窗口 通往无限的 心灵窗口 就算没有窗口 你可以自己想象 不要被这有形的墙壁 给你隔绝了 我们的心 自然可以拉到 无限宽广 上次不是说 送给各位 这十个字吗 常常做这种观想 观地平线外 然后想无限远方 我自己开车 或者是坐别人的车 闲着没事 因为我平常在车上 就是这样 然后再搭配这个 观想无限远方 因为视线总是 有一定的距离 对不对 我们的思 心思 我们的念头 常常常都是 随着视线 在移动 好 你现在想象 你的背部 你的心就在背部 对不对 你现在想象 你的脚底 刚才讲 那个瑜伽 那个放松 不就是这样 观想吗 你心就 随着你念头 这样移动 他们到家 在一手丹田 也是用这个念头 注意力 集中这个方式 用观想 意念 守住丹田 其实你把你的注意力 集中在你的手指头 集中在你的手掌 他们说 一直这样子 你的手就会发热 那是刚个人 自己的专注力 念那个外单弓 内单弓 其实也是靠念头 念头在引导 你那个 身体的那个 波动 气流 所以当你的心 只有在这个范围里面 你的视线 你的注意力 你视线 如果只有在这个眼前 眼前几公尺 你的心就是这么 宽度就这个 广度就这样而已 你现在 你的视线 就在这个屋子里面 那你的心 就这么宽广而已 可是你如果把你的心 超越这个墙壁 想到外面去 想到庭园 想到外面街道 想到台南市 想到整个台湾 想到整个海峡 太平洋 想到整个地球 宇宙 这样一直往外 往外延伸下去 你的心就无限宽广了 再加上我刚才讲的 嘴角上扬 这个关键的那个key 不只是keyword 而且是 很重要的总开关 一打开 你那个观想力 就更加的 畅通无比 你如果 先观地平线外 然后嘴角上扬 敏感敏锐的人 这个时候就会开始打 打到不想打 打到不需要打 他自然就会停止了 能不能有什么感悟 就看机缘了 这个方法提供给各位做参考 大学中庸 我在学校里面跟 学生说 我把它归纳成 你念大学 念四年大学 你朝着这四大目标 去落实 你这四年就不会 白过了 当然不是四年 四年结束你就要 完全达成 这四个目标 是一辈子的 是要你做一辈子的 那四大呢 心胸宽大 学问博大 气势宏大 还有人格伟大 有一个名人讲说 什么叫大学 是有大师 智慧大 博士建筑物很大 所以我们就从心胸 无限宽大 从这里开始 心胸容量越大 学问才能够 装得很充实 才能够博大 然后气势也跟着宏大 我们不是讲气欲难良吗 我们的气度目标就是让你不可施力 不可测量 你如果照着这样做的话 自然就气度就拿你测量了 当然人品 你的格局 人格就是人品跟格局 也会跟着渐渐伟大 我们现在就是小家子气 小鼻子小眼睛 格局很小 我相信各位未来都是 格局都很大 因为各位都有世界观 世界观 你的语言 你的思考 你的一切种种 都必须要搭配得上 你如果能够落实这四大 将来你就推展 障碍就比较小 所以在学校上 3M and 4Book 4Book在大写合起来就FB 那时候LINE还没有很流行 FB来 我们来上FB 就上诗书课了 3M Change your mind Open your mind Formate your mind 3C 然后FB就是 4Book 5恐不入 有梦最美 孔梦 是我们儒家思想的 最主要的核心价值 我们要弘扬 这个核心价值 千万不要被现在有一些 歪曲 扭曲思想 他一定要否定儒家思想 一定要把它扭曲说 这个是为了便于统治 便于统治者 不要受这个观点的误导 所以大学之道 从格物自知诚意证心 然后修身齐家之国评理下 这是一个很有系统 很有脉络的一套思想理论 很多儒家思想都是可以涵盖在这里头 好 那这些最后的两个例子就留待明天了 明天再来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